OK 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全新一代的 Honda CR-V 这一次 CR-V 的价格很有优势 然后它的配备也很有诚意 我们就带你看下这辆车的重点 在影片开始之前呢 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啦 首先呢 在马来西亚的 Honda CR-V 呢 总共分成四个车型可以选择 分别是 SEV OVD 还有这个 EHEV RX 不过EHEV RX 的价格呢 在明年才会公布 首先呢 我们今天就带大家看这个 Turbo 的版本 这一次呢 Turbo 版本有几个特点 首先就是它的 Honda 安全配备 除了有大家常见的功能之外呢 这一次呢 它采用了双立体镜头 跟这个雷达作为传感器 它的雷达位置在这边 所以呢 它的侦测精准度 比起那个双立体镜头 还要精准很多 这一次安全性大大提高 然后它在这个 ASEAN MK 的测试中 也拿到了五星的成绩 这一次呢 CRV 总共有两个引擎选项 在我们目前的这个是 1.5 公升的 VTEC Turbo Engine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是 190 HP 峰值扭力表现 243 Nm 匹配 CVT 变速箱 看起来感觉跟上一代一样 但是实际上呢 它改进很多 原厂工程师表示 这具引擎呢 它在这个气缸盖 进气气管 还有这个涡轮等处 都进行了优化 所以你不要看它的输出一模一样 但是实际上它的峰值扭力 比起上一代车型 提早700 RPM 爆发 也就讲它有个更灵敏的起步 然后除此之外呢 这个 CVT 也换了一个更新的信号 开起来的时候 这个 Rubber 感会比较少 然后重点在于 它这一次新增的 Overwheel drive 系统 原厂表示这一次 Overwheel drive 系统呢 它的扭力分配可以做前面50后面50 也就是讲这辆车可以给你更好的循迹性 操控表现也会更好 如果大家想看这辆车试驾影片的话 点击我们上方的小白点 看一下我们之前在泰国的试驾影片啦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拥有这个 2.0 的 EHEV 引擎 这一具引擎跟 SEAWIT 一样 它是这个拥有 41% 热效率的 钢内直喷自然进气引擎 匹配电机 它的电机最大满力表现达到了 181 HP 但是峰值扭力表现达到了 335 Nm 所以如果你要一个比较轻快的驾驶 跟这个比较低的油耗 那么就去这一个混动版本 因为混动版本的油耗是 5 公升 100 公里 至于这个 Turbo 版本呢 则是 7 公升 100 公里 HONDA CR-V 一直以来的卖点呢 就是它的空间大 这一次的空间比以往更大 第五代的 CR-V 它的尾向空间是 522 L 当时已经讲很大了对不对 这一代直接提升到了 589 L 所以大家知道为什么它没有 7 Seater 了吗 因为 7 Seater 放下去的话 那个空间表现其实也不会讲太出色 所以 HONDA 却直接把它取消掉 直接给你这个更大的尾向空间 589 L 就代表着你要放一家人的行李 它根本都是煞煞水 而且如果你真的有需要的话 以备倒平它的后排容积直接突破 1000 公升 要载什么都没有问题 然后你打开上板的话 你还可以看到一个全尺寸的备胎 它不是给你打风机补猜机 这一点好评 当然除此之外呢 原厂也表示这一次它的这个 Power Boot 它们也进行了升级 也就是你打开 Power Boot 的时候 它会更安静 然后动作也会更快 下雨的时候 这个就很实用了啦 当然 小踢一下 它也是可以关的 当然啦 这一次 Honda CR-V 呢 它全车系都有漂配这一个 Honda Connect 系统 除了可以用这个 App 来 Start 车 来获取车辆的资讯之外 你的车如果你要保险 你要 Call 这个 Tour Truck 或者是你要 Make 你的 Service Appoyment 的话 都可以通这个 App 来进行 如果你的车子支援这个 App 的话呢 就一定要用啦 这次内装质感肯定进步很大 一定会比第五代好 但是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功能性 首先呢 这边配备个 9 寸的触屏主机 支援无线的 Apple CarPlay 还有有线的 Android Auto 然后这边有个手机的无线充电机座 而且这一次配套了冷气冷却功能 如果你的手机在进行充电的时候 过热它也会进行降温 不会损坏你的电池 然后剩下的东西就是这个半数位化仪表啦 只有买到 RS 的顶级版本才有全数位化仪表 而且 RS 版本还会有抬头显示器 可是在这个 V 版本呢 你就已经可以享有这一个 电动座椅装置 八项的电动调整 还有完整的 Honda Sensing 功能 这次 Honda Sensing 跟我们大家熟悉的一样 它有这个 ACC 主动式定速巡航 然后带这个 Loss Peak Follow 功能 车道维持系统 车道偏离警示 自动紧急插身 前方撞击易警 然后呢 在顶级的版本 还配备了这个转向辅助灯 还有这个远近光灯自动遮蔽功能 当它侦测到前方有来车的话 它会遮蔽部分的灯泡 让对象的来车不会吃远 这个功能性好评 然后在座椅的方面呢 Honda 也导入一个全新的设计 这个座椅可以让乘客的支撑性更好 所以你看我的身高 180 亿 我坐下去感觉表现是不错的 而且重点是 我的头部空间其实还蛮充裕 超过一个拳头 这个就是 CR-V 的特点啊 如果我建议是找一台家庭车的话 那么这个 Honda CR-V 的空间表现 一定很适合你 你可以看到我身高 180 亿 坐在后面非常的卸易 这个脚垫的支撑其实还蛮足够的 然后这个腿部空间 两个拳头 它直接在一辆C-Segment的Axio 里面 做到D-Segment的空间表现给你 所以这台车 你要怎样去嫌弃它的空间表现呢 然后除此之外呢 它后面也有冷气出风口 跟两个 USB Type-C 可以方便后座的乘客进行充电 然后接下来我就要讲到 这一次 Honda CR-V 的重点 就是它的隔音表现 原厂表示呢 这一次隔音表现进行的重点的加强 在车身的骨架中间呢 它们有一个填充物 来抵消这个引擎的震动 还有这个路况的噪音等等 然后如果你是买到 RX eHEV 版本的话呢 它还会有一个主动降噪功能 所以这个引擎传到车室内的声音呢 会非常非常的小 给你一个非常宁静的车室空间表现 其实我们之前在泰国测试的时候 就有发现到 CR-V 真的很安静 所以在以后拿到Test Drive车的时候 我们也会做一个噪音测试给大家看 除此之外呢 你买到顶级版本的Honda CR-V RX呢 你还会拥有三个Boss的音响 包括后面还有一个低音炮 给你绝佳的音响效果 也是目前同级比较少见的 当然如果你买到普通版本的话 它还是有八个扬声器啦 全新一代的Honda CR-V呢 价格是从16万令吉起跳 顶配版本18万1900块 其实对比上一代车型呢 它涨价的程度并不多 但是配备升级很多 而且这一次入门车型 就直接给你Turbo Engine 并不像上一代还是用2.0的自然进行引擎 所以我觉得这款车的性价比也很高 根据小道消息指出 这辆车的Booking 目前已经突破2000张了 所以看起来 CR-V还会是这个C-Segment SUV的王者 你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大家知道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内容 如果喜欢全新一代的Honda CR-V 给我们一个赞 帮我们按赞订阅 然后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XL-E8 XL-E8 XL-E5 Gl-E7 i8 감사합니다 感谢观看